好的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美中贸易战难分难解 4月中旬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超过了7% 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而言更加便宜 有分析称这能够缓解美中贸易战 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加税冲击 不过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风险也无事不在 这把双刃剑在可以阻敌的同时 也可能导致自伤 那么中国是否正在试图用货币作为武器 来对抗贸易战 这么做的利弊何在呢 我们今天邀请几位嘉宾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一位是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夏业良博士 那么夏博士是经济专家前北京大学的经济教授 那么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 秦先生是通过skype在华盛顿参加节目 秦先生你好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还有第三位是上海的夜谭博士 他因为今天在旅行之中 他的飞机有所延误 我们在随后呢会随时的把它接进来 我们欢迎两位同事 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 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你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呢是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在节目现场的这个夏宜良博士 那么根据坊间的观察呢 人民币呢是在持续的走低 从4月中旬开始 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个几个节评 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呢 把这个节评拿上来 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那么明显的可以看到的这个图片显示呢 从4月中旬开始呢 这个人民币是一个这个走低的这么一个过程 美元呢是走高的这么一个趋势啊 那么纽约时报是说 他说这个呢是一个异常大的这个变化 那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纽约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说这个异常的变化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要看最近这些年来 人民币的总的一个大的趋势 它是贬值的 在将近三年前 也就是2015年的8月11号 也是有比较大的贬值 那次贬值的幅度差不多是2% 那么那个时候呢 当时也是有很多人评论说 到底出现了什么异常 其实这个跟一个是中国实体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内在结构啊 它的这个实际的运行状况有关系 还有呢跟这个外汇储备 以及这个人民币在国内的这个 这个币值表现有关系 那么我们看到的 现在就是说 经过所谓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十来年时间了 中国仍然没有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仍然没有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那我们知道2005年7月21号 当时中国是正式宣布 要形成一个新的汇率形成机制 也就是说允许人民币 在一定的幅度里边上下波动 那么当时我就连续写了几篇文章 我说人民币升值时不我待 我觉得那个时机呢 是当中国经济的总体是向上 那个时候呢 抓紧时机让人民币升值 但是后来呢 他们延缓了很久 到后来他想升值的时候 那个时机呢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呢 已经不是升值的问题了 而是贬值 就是中国经济年年呢 在走下坡路 整个的这个投资环境 还有这个金融体系 内部的这个问题不断 金融风险聚集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地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币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非常确定的就是贬值 这不是说中共为了打这场贸易战 才有意让人民币贬值 他这个呢 现在可能也是敢巧了 碰上这样一个时机 说起来好像是有应对方面的好处 但实际上他人民币这个贬值 是由他的自身的 整个中国经济的状况 这些内在的原因所决定 好 谢谢夏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 这个在skype上的秦伟平先生 那么您怎么看 刚才夏先生是认为呢 这个贬值呢 其实跟贸易战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其实中国政府呢 自己也是这么解释 说这个呢 跟贸易战没有关系 只是一些这个贸易之外的 其他的一些经济因素 所导致的这个人民币的贬值 您的看法 我们最近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一个表态 他说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的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 对于人民币汇率 特别是官方汇率 一直是严格控制的 包括外汇管制 那人民币汇率的确现在是 不能正确的表现 它自己的一个购买力 我认为说人民币 说实话它是严重被高估 它应该贬值 而且是大幅度的贬值 但是在过去的 从2015年刚才提到到201617 到现在2018 这个人民币的走势 确实是非常蹊跷 特别是2017年 2017年本应该在2016年底的6.96之后 然后继续贬值 正常情况下 按照它的货币供应量 它的购买力水平 经济发展状况 2017年应该继续贬值 如果是一路贬到现在的话 大家可能就不会觉得太刺激 纽约时报也不会写这篇文章 但是2017年很奇怪 很蹊跷 反而在逆势升值 从6.96升到最低的时候 大概6.2 6.3左右了 那这个时候 现在从今天开始 又反而又往上涨 这说明怎么的 中国政府在背后 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 并不是完全市场决定的 在去年2017年 它这样升 人民币升值 是因为它想跟美国 新一届政府搞好关系 然后升值之后 对出口来说 可能有一定抑制作用 对缓解中美贸易的这种 这种数据的表现 可能会有好处 但是发现2017年 升值之后 整个出口贸易 这个双边贸易 达到一个历史新高 然后双边的贸易差额 是高达3700亿美金 所以川普也实在是受不了了 今年开始正式开展贸易战 那这个时候 中国其实没有太多的牌可以打 那之前谈判基本上都失败了 而且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缓解的迹象 那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措施呢 就是它不干涉人民币去继续去升值 让它自己去人游这个怎么说呢 大家公众啊 对这个人民币的信心取舍 自己自己去变化 那这样的话 人民币自然就会一路下跌 那其实现在这个下跌的幅度 其实只是刚刚开始 我认为 那中国政府呢 也很担心说 它如果放松这种控制 放松对于人民币的干涉 那人民币如果真的是一路这样跌下去 比如说跌到年底 要跌破八的话 它可能也会引起很大的一个恐慌 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次人民币 今年的升值 它今年的贬值 它没有干涉 但是呢 实际上还是 还是采取了一些小动作 来保证它不至于说一跌到底 所以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 走三步退两步 走三步再退两步 慢慢的那个贬值 现在贬到7% 8% 其实是采取了一些迂回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继续观察 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 谢谢秦先生 那么下一梁博士 我再问你 就是说两位呢 对这个人民币的币值究竟是高低 意见是不一样的 那您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 原因是什么 我说的是在十几年前 当时我是05年写这篇文章 那个时候呢 因为中国总体的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快 那跟日本和韩国在80年代的 经济强劲增长以后的本币升值情况差不多 那么我当时提出的就是说分五年时间 让人民币升值50% 那么现在是不是说情况已经发生了 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基本的态势发生了变化逆转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 从05年中国就确定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也就是说每一天它能够波动的范围 是在千分之二左右 那么后来又逐步放松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当人民币它的币值不符合中央 特别是中央货币管理当局的需求的时候 它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用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 就可以买进 比如说买进人民币卖出美元 这样的话可以让人民币币值上升 反过来它也可以就是说它抛售 它比如说抛售美元 或者是它抛售人民币 来使得人民币的币值发生不同方向的变化 所以它这个干预是一直有的 就是说只不过它不是经常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而是说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 所以中央货币当局对币值它是有一定的干预 但是它不是说每一天都在干预 或者是经常性的干预 好的 谢谢你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近在上海的 中国知名的财经观察人士和作家叶谭博士 叶博士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现场 那么事实上我想刚才我们今天谈到 就是说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说 人民币从4月中旬开始到现在在持续的走跌 那么这个就使得中国的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能够部分的缓冲 美国要加在中国产品上的关税 那么房间的评论是认为这个做法 人民币贬值是中国政府的原因 就是中国政府在操纵 那么我们在现场的两位另外的嘉宾 一位是夏野良博士 另外一位是秦伟平先生 他们都认为这个人民币贬值实际上是跟这个贸易 无关的一些其他的经济上的因素所造成的 我想问问您的看法 从人民币的下跌幅度来看的话 肯定是跟市场有关系的 市场卖出的 就是买入的美元增加 卖出的人民币增多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从香港市场也看得出这一点 香港市场的话应该说从港币 然后到人民币的话 应该换成美元的情况比较普遍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跟最近的贸易政策会有一定的关联 因为我们看到的话 确实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 那它要保持一个贸易的稳定 如果说在关税上升的情况下 那很多国家都会采取汇率的调节的 或是来保证一定程度的出口的竞争力 否则对于出口的影响会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最近的市场 人民币下跌的话 应该是没有一个太大的阻力 没有一个友情的走去拖人民币 因为我们看到在境外的人民币市场里边 它的拆卸利率 人民币的拆卸利率也不高 所以说没有有意的想要去扶持人民币 好的 谢谢叶谭博士 那么其实叶博士我还想再问您 就是说呢 就目前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而言的话呢 它是不是符合现在这个人民币走低的 这么一个总体的趋势呢 那么具体的这个经济因素有哪些 叶博士 从现在的经济来看的话 人民币确实没有走高的理由 因为我们看到进出口这一块 虽然是保持稳定 但是工业投资这一块 它其实是有所下降的 尤其是一些城市一些地区 它主要是以出口为主 那么现在的贸易 整个贸易的形势 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从这方面来说的话 有一些人想换成美元 或者是人民币下跌的话 这个也是市场的某些恐慌情绪所造成的 好的 谢谢叶坦博士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 有什么话要说 首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呢是北京的唐先生 唐先生你好 你好 人民币贬值是这个振兴中华救国救民的百年大计 因为我们现在经济的瓶颈就在于芯片 一些产业升级的问题 看到从韩国的经验 韩国能够打垮日本 能够完成产业升级 成为和美国并利的芯片双雄 它就是靠着货币贬值 韩元兑美元的贬值 韩元兑美元的货币 现在是1200比 中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贬值的话 中国的产业升级永远没有办法完成 另外的话呢 贬值可以这个为贸易战中去时间吧 最后的话还是要靠无限制仿制倾销 这个超过美国的高科技产业 最后才能完胜这个贸易战 当然了 就是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 房地产泡沫窃息的经济 迫切需要这个投放货币 来这个把房地产泡沫给稀释 当然这个新投放的货币 不能再进入房地产市场 那么未来大量 至少要在投放一百万亿人民币的货币 肯定货币会贬值 但是贬值就是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训练神功 挥刀自攻吧 如果不能自攻的话 中国永远不能真正强大 好 谢谢北京的唐先生 实际上是上海的唐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青海的孙先生 你好 你好 就是前两天外管局 发了一篇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 说举了五个案例 有个人 有公司的 就是这个对于蚂蚁搬家 还有之类的非法的资金的 汇到境外的一个案例 那么它现在人民币贬值 确实是有利于出口和贸易战 但是它过度的贬值 也会对于资本外流 国家的经济也是有危害的 我不知道短期内 想问各位专家 它国家还会不会调控 说让人民币的价值提升上去 好 防止资本外流 对于稳定的危害 好 谢谢青海的孙先生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则 我们网友的评论 第一位是叫吴金刚 他说老实讲 就人民币的发行量来说 汇率本身就是被高估了 而人民币的贬值作为武器 来对抗贸易战的 绝对是比大于利 因为川普不但可以加税 还可以断绝和中共的某些贸易往来 好 接下来省略 第二位是Thailand7 他说我现在非常相信 中国人现在哪怕在饿死 多少人依然不会反抗 就现在中国人事不关己 天天明明处于危机 却歌舞升平 就这样的民族还想要民主吗 接下来一位是JPH 他说中国经济倒闭潮 一波接一波 习近平这种小学水平的人 也就那个样子 好 接下来我想请问 这个秦伟平先生 那么刚才夏业良博士也谈到了 就是说在三年前 这个人民币也发生了一次贬值 那么那次的贬值 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不仅是影响 在国内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同时它的影响也波及到全球 那么那次的贬值的后果 对这次的人民币贬值 是不是有一定的参考 或者说是警示的作用呢 我觉得三年前 就是2015年的贬值 和现在的贬值不太一样 2015年贬值可以说是政府是有意为之 因为当时的出口形势也不好 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汇率调节的方式 能促进出口 试图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现在这个贬值说实话 现在的情况 那个货币供应量的情况 比三年前也发生很大变化 如果我们细心的观众如果发现的话 人民币贬值这个话题 我们讲的只是说对外而言 对内而言 其实人民币这么多年是一路贬值 一直在贬值 只是有些时候对外而言是外生力贬 这样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这次贬值力度是 如果放在更长一段时间 是超过那个2015年 让大家觉得有点差异 其实根本就不用差异 一个是正常的 真的是市场价值的一个回归 体现了人民币 比大家怎么说呢 大家知道它的购买力也好 或者是前景不妙 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恐慌情绪 其实更大的怎么说呢 还没有到位嘛 我们大家讲通俗一点 它那个贬值的幅度更没有到位 接下来可能会更厉害 对于市场的影响和冲击 可能会更大 希望国内的投资者 还有国际的一些投资者 做好一些心理准备 现在真的情况 还并没有那么糟糕 糟糕的情况 可能还到一年以后 可能会更严重这样子 谢谢 好 谢谢秦先生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请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加讨论提出问题 也发表您的见解 接下来我请问夏先生 就是刚才三位都同意说 事实上的这次的人密币的贬值 跟这个政府的作用 应该说之间的关系 不是说很大 而是说国内的经济形势 是大势所趋 使得人民币 它是自己要自行的走地 那么刚才 这个也有一方面 跟政府的关系很大 就是货币发行量的问题 就是多年来 人民币超量发行 实际上这个贬值 主要是稀释结果 就是说人民币它不具有 但国内的购买力 也没有那么强 所以刚才有一位听众 那个意见呢 我觉得我听了就要笑 他把它当作一个强国的工具 说人民贬值就可以让中国强大 怎么怎么 我觉得他真的是不了解 如果要是讲贬值会 第一会造成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严重的话 会影响整个国内的这个信心 会使得生活 就是难以出现这个正常的状况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在国际上 它会引起这个资本溃逃 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向海外 虽然现在中国不断的在阻击 不让资本外逃 但实际上这个趋势是阻挡不住的 如果它要是在大幅度的 让人民币贬值的话 人们丧失了信心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 就囤积美元 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 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 说上海某一位一个私人吧 他换了很多的美元 想汇到境外 但是还没来得及汇 不让汇 然后现在突然呢 把它强制协汇 变成人民币了 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是真的发生了吗 如果要是真的发生的话 是很可怕的一个信号 因为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 那就是把老百姓的 哪怕是外汇 亲戚寄来的外汇 都强制结汇 这种做法 还有企业的出口 也都是强制结汇 这种做法的话 显然是违背市场经济的本意的 所以这个做法 是一个完全大倒退的开始 所以我希望不会真的这样 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可怕 好的 谢谢夏博士 那么接下来 我请问在上海的夜谭博士 那么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人民币贬值 事实上分析也说 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的贬值 是利于中国的出口 那么对付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的 关税的压力是有一定的作用 事实上是说 它是最有效的一个工具 我想请问你 就是人民币贬值在多大程度上 和多长的时间之内 会对中国的出口有利呢 人民币贬值的话 它其实还是取决于 国际的经济形势 以及国内的出口的形势 以及成本的高低的问题 我们知道如果是 我们的内部的生产效率比较高 经济实力比较强 那么在人民币贬值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获得一定的缓解 那么出口优势不会因此下降 我就这么说吧 如果说关税上升了10% 但是同时人民币又贬值了相应的幅度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整个的出口会保持一个稳定 那么前的出口大国 比如说日本 它在发生金融战或者贸易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它被迫日元上升 汇率上升 那这个对于日本的出口是非常不利的 那这时候它只有在国内 来放松它的利益来缓解 但是又造成了非常大的资产泡沫 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 要保持外汇储备的稳定 比如说这个3万亿美元 这个外汇储备不能消失的太多 否则的话会对长远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在出口 我们要保持一个基本的平衡 就不能出口下降太多 这样子会造成失业这些一系列的压力 所以现在这个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也就是说人民贬值确实有可能造成一些资金外流 这些现象 那么因为人民币的资本项目一直是没有全部开放的 现在有可能收得更紧一点 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 那将来的情况怎么样 事实上是取决于这个内部的效率 比如说中国的产品 如果它效率很高 确实成本比较低 那么人民币汇率下行 它可以争取一定的时间 如果说我们的产品 内部的成本压力非常的大 那么质量也会有些问题的话 即使是人民币汇率下行 争取到了一定的时间 半年也好 一年也好 争取到了一定的时间 但是这样子从长期来看还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还是拿日本来举例子 日本的汇率在打贸易战之后 日本的有的产业起来了 有的产业下行了 比如说日本的汽车产业 我们知道经历了贸易战 它还是越挫越勇了 这个行业它的竞争率相当不错 但是日本有的行业就下去了 而且是很难起来 比如说半导体行业 那么中国国内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国家因为通常来说的话 有一些比如说组装这些 或者有一些机械比较好 但是另外一部分 有可能成本上升 它的竞争力会下降 比如说低端的制造业 好的 叶坦博士 事上您提到日本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就是我希望您能够再详细的谈一谈 就是日本当年的经济的迅速崛起 以及它后来的萎缩 跟中国进来的情况 是不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 还有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它可不可以被作为一面镜子 来找今天的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还是在很多的角度 是有借鉴的作用 比如说当时从50年代 上次级50年代开始 日本的纺织业 那么它对在全球的出口比较大 到了80年代 它的家电对于全球的出口比较大 那么我们知道80年代 其实它每过10年 基本上就有一个贸易战 是针对不同的行业的 那中国现在的情况 基本上是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多 而不是说某一个时期 针对某个行业 有特殊的贸易战 那中国跟现在 跟以前日本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确实还没有完成工业化 就是中国的很多重要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你比如说工业化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中高端的 制造业这一块 事实上还不像当初的日本 这么有竞争力 另外一方面 中国还没有完成城镇化 比如说中国现在 还是有户口制度的 那从户口上来说的话 50%以上 中国还是农民 这就意味着这些人 是要到城市里边去的 他需要工业来进行支撑 没有基础的工业 那中国的城镇化 没有办法完成 这些基础是跟当时的日本不一样 所以当时日本贸易战 和金融战经过冲击之后 我们可以说日本还是一个工业强国 但是中国的话 事实上在基础不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 来保证基础的工业不垮 如果基础工业垮了 那么对于内部 其实对于普通的那些就业者 对于白领 他会有非常严重的打击 好的 谢谢叶博士 那么接下来我请问在华盛顿的 这个秦伟平先生 那么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新闻 就是昨天的川普在白宫 会见了这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荣克 那么就是说美国和欧盟之间 已经达成了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协议 就是说双方同意建立这个零关税的框架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可以说双边是避免了这个贸易战 那么这样一个做法呢 对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借鉴作用 那么美中之间是不是也有可能 走到这么一个光辉灿烂的一步呢 我们很乐意见到美欧之间 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协议 让整个美国欧盟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 现在是暂停一下的 然后未来有可能会 前景会更加光明 当然美中贸易冲突跟美欧之间 应该是有性质的不同 因为美国和欧盟之间 那个价值观基本是一致的 他们没有一个本质上的冲突 但是中国跟美国之间我认为 它不光是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更多的是价值观的内在的这个冲突 这个冲突短期内是很难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很难看到美中之间 可以通过贸易谈判来去解决 比如说美国谈的条件 中国根本就不答应 美国现在也明确的表示说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不太同意继续去谈判 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 美中贸易争端开始以来 到现在为止 他们尝试过努力 双方都尝试过 包括美国现在 其实也愿意跟中国一些机会去谈判 但是中国表现是非常非常强硬 这里面可能跟欧盟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说大家的价值观不一样 中国面临的这个国内自己的一个经济形势 政治形势也不太一样 现在美国可以说贸易战打起来之后 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 可以说是雪上加上 中国经济基本面 其实并没有像官方说的那么好 实际上是蛮糟糕 而且政治上也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比如说贸易战真的是开打之后 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资本的外流 更多的外资企业撤退 对中国的就业社会问题都影响非常大 但是中国作为它自己鼓吹的怎么说呢 是一个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专制的一个国家 它如果低头跟美国谈判的话 接城下之盟 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第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一个政治后果 他们最高领导人可能有人要担责 另外一个美国是不是因此就放松了 对中国的这个关税的惩罚 未来是不是就继续去做生意 就做得很好呢 我相信中国如果在其他的 比如说除了贸易不平衡之外 在知识产权保护 在比如说网络安全 在涉及到美国的一个核心的 国家安全利益的时候 没有做到切实的改变的话 可能这种局面 你今天在贸易战上是低头了 然后明天可能会在其他的细节上 去找中国的麻烦 所以中国其实它其实是后退不起的 因为自己的问题确实是太多 跟美国之间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平衡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美之间 这个贸易战的谈判前景是非常非常不乐观 所以中国政府其实已做好了最坏的一个准备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人民币贬值 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主要的话题 其实虽然不是说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 但是可以这么说是他默许的 这样的一个可控的贬值 是有利于中国利益 有利于中国政府的 包括它的外汇储备的安全 中美贸易的总的一个基本的平衡 包括国内的一些外资的一个情况 短期内是这样 但是一旦这是一个双刃剑 如果说一旦这个人民币贬值是失控的话 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目前可能中国政府是非常非常紧张 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 谢谢 好 谢谢您 那么现在梁博士我想问您 就是习近平在金砖五国会议上 特别提到这个贸易战 那么他说是反对这个贸易战 贸易战打起来对谁都不会有好处 那么这会损害国际社会的这个集体利益 这样做的人只会伤害自己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 刚才提到的这美国和欧盟之间 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 已经就是说已经避免了这个贸易战 那么你怎么看 这个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呢 他究竟是有任何的这个实质意义呢 还他只是一个空泛的谈一谈 那么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之间的 在贸易战上的这个立场之间的距离有多大 这是中国一贯所用的一个套话 讲了很多年了 但是现在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这个贸易战不是说 有没有可能打的问题 而是打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讲到这个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大家知道 昨天他们签署了这个协议声明 然后呢这个声明中也表明 这个以后呢要消除 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贸易障碍 无关税 无贸易障碍 也没有补贴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联合 那么对中国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刚才有人说贬值能够让 美国的这个贸易战 这个效果都丧失 我不这么看 因为现在这个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贸易额 达一万多亿美元 那么中国呢出口额5000亿美元左右 对吧 那么现在即使人民币贬值 也是回天无力的 我认为是没有办法 就根本上挽救这样一个败局 那么再加上欧盟跟美国的这个人口 加在一起呢是8.3亿 差不多是世界总人口的接近12% 那么这样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区 就是说联合成像一个贸易自由区的话 那么对世界经济的进步 尤其是自由贸易 是有相当大的好处和促进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美国还会重塑很多的国际框架 包括WTO 包括联合国 还有很多新的这个国际架构 如果这些东西都能形成的话 那么就会对战后的国际秩序 进行一个彻底的更新和改造升级 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说对整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安宁与进步 是有的重要的促进作用 好 谢谢夏教授 接下来我也请问在上海的夜谭博士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 就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 已经同意建立零关税的这个框架 那么有评论说呢 这样的话呢 可能这个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呢 它都有自己一些这个 比不过对方的这个产业 会不会受到威胁 比方说美国的汽车质量 就没有欧洲的这个汽车质量那么好 那么是不是这使得 美国这个汽车行业呢 会因此败下阵来 那么从这点 我们也是不是可以看到 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呢 对自己都是有某种 特别强大的这个信心 我想问您 他们各自的这个信心是来自哪里 其实现在就是国际贸易次序的新的变化 我们看到美国跟这个欧盟之间 建立的是一个框架 事实上真正的讨论到细节了 有非常重要的成功的是 日本跟欧盟之间 我们知道在这个汽车关税和农产品方面 已经达成了这个八年的或者是更近的一个决定 那么在事实上 这样的关税的话 其实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我们知道在铺红的经济体 它的优势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日本的汽车业 事实上比欧洲的竞争力有可能更强 那美国的汽车业的竞争力相对来说会弱一点 欧盟也不是太强 那么在这个日本 欧盟放开汽车关税的时候 它是需要得到一些补偿的 比如说在农产品方面 农产品方面我们知道 日本相对来说比较弱 那美国比较强 这样子的话通过不同产品之间 他们形成了一个互补的模式 那么中国现在其实是两点 第一点的话 刚才说这个日本跟欧盟 跟美国跟欧盟直接达成协议 那中国也可以谈 因为现在是一个双向的或者多向的协议 WTO在一定的程度上被架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中国也可以这个跟欧盟谈 也可以跟日本韩国谈 当然不排除跟美国谈 这个其实是双边的 这个多边的一个谈判 就是看各自的让步 底线在什么地方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像从博弈论上来说的话 中国跟美国谈 双方其实都是在一个测试底线的过程 包括不光是一边在测试底线 另一方也在测试底线 博弈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当测试底线的时候 要展示自己非常强硬的姿态 就是展示自己的底线是不可突破的 那我现在认为中美双方其实都在这么做 但是具体的谈能谈到什么程度 事实上还取决于很多技术细节的 我认为现在又一回战 就是美国跟欧盟之间达成协议 或者是中国跟欧洲的某个国家之间达成协议 这个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好的 谢谢叶坦博士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很快地接听一些 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我觉得首先人民币贬值 根本不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希望中国像欧盟 或者日本那样降低关税壁垒 第四 它是一种倒逼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 它中国如果经济改革放开经济了 它就不需要人民币贬值来冲这个关税了 第二点 人民币资本项目 现在根本不是没有放开 是根本没有境外人民币的 对于境外对于人民币的这个资本的这个项目 它现在个人人民币跨境结算都不允许 它哪有人民币资本项目 第三点就是中国的这个产业优势跟日本没法比较 它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存活过去 中国的这个产业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完全是由于畸形的经济体制产生的 它的比较优势完全就是因为你 全加缩人工成本 第二对于环境污染的忽视所造成的 那么它现在倒逼你的改革 现在美国贸易战倒逼你的改革就应该是对的 谢谢河南李先生 非常透彻的分析 接下来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 请简短 我想问一下嘉宾 就是这个人民币这个贬值 有没有就是说对外贬值 对内升值 或者是相反过来 对内贬值 对外升值 有没有这两种情况产生呢 好 谢谢您 那么我想请嘉宾来回应一下 首先是秦伟平先生 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您的这个解读 人民币其实对内一直是贬值的 这个趋势从来没有变过 未来也会贬的会更加厉害 大家警惕一下接下来的通货膨胀 对外来说时升时贬 但是长远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个贬值 只是说政府希望在它的官方汇率下面 怎么样是尽量的保证在经济增长 和整个社会稳定的这样取得一个平衡 这样这样状态 然后我想最后讲一点就是 现在中美贸易战今天开打之后 我们可能最后会发现一个戏剧性的局面 这个打了之后 护争关税之后 发现说中美贸易额 在2018年最终的结果 可能会上边贸易额还会超过2017年的数字 甚至双方的这个贸易顺差逆差的数字 也会超过去年的3750而已 所以在今年结束之后 到2019年 这个中美贸易战可能会面临新的打法 新的挑战 谢谢 好 谢谢您 下一两下您的看法 您觉得是不是双方的这个贸易 反而是不这样反升 首先回答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人民币对内和对外的币值的问题 实际上如果人民币是一个国际化的货币 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金融市场全面的开放 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那么就必然 就是内外的这个价值应该是相等的 也就像美元 美元它在国际上 它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自由结算 所以也可以被人民作为储藏货币支付手段 那么人民币一直说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但是迟迟不见确切的时间表 所以这种怪象并不是说一个币值应当有的 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制度 和一个半封闭的环境下所造成的 刚才那位听众河南的李先生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他那个强调了 就是说目前哪有什么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 连部分的开放都做不到 在很多方面已经退回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 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 美国这么多年 是一直在逼迫中国开放市场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给国民以相当的福利 就是说人权进行有效的保障 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做 但是中国政府呢 却隐瞒这些西方社会 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后带来的好处 好像都是党和政府赐予人民的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如果了解了 美国最近这二三十年来所做的努力的话 就会重新的认识官方的一些说法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这次贸易战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因为川普一直强调美国优先 但事实上呢 我觉得不简单的局限于贸易和经济方面 你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从大的战略格局的角度 他内心中的偶像是里根总统 所以我相信川普绝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种 那么简单的一个商人只是为了商业方面的利益 他还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格局 好的 谢谢夏教授 我们最后呢还有这个20秒钟分享一些 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 这个范吾他说用人民币贬值应对贸易战呢 并无可能只是目前美国的关税惩罚 中共能否承受 那么在没有办法无计可施的时候呢 一定会用人民币贬值来对抗美国的关税 升级为贸易战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叶谭 夏夜良和秦伟平 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们将继续关注美中贸易战和中国疫苗之商 我是宇舟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